那么我们在谈青铜文化之前 首先要说一说 这个青铜是怎么回事 我们自然界有动物有植物 其实还有矿物 这个金属它主要的是含在矿石里面的 不容易发现 那么我们人类最早认识的一种金属的是 铜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矿它经常会露头 就是露出地面 而它的颜色非常特殊 有一点像孔雀的羽毛的颜色 所以叫孔雀石 它非常吸引眼球 那么人类最早就是注意到了这种矿石 后来可能有一些偶然的因素 发现这个石头如果放在火里面烧 烧到一定的温度 它就会变成矿液 那么这个矿液有流动性 在它冷却以后 如果你去打击它 它又有延展性 那么这样它就可以把它加工成 我们所需要的各种形状 作为我们的工具 那么这种铜 严格来讲我们叫它红铜 这个红铜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它这个硬度不够 比较软 你拿它做针 做什么东西 它都不能用 后来我们人类发现了 在它的里面 我们如果加入一定比例的锡 或者铅 那么它会出现几个 让我们感到非常欣喜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 就这个红铜它的溶点 大概1083度左右 如果你在里面加进10%的锡 或者铅 那么它这个溶点大大降低 可以降到900度 甚至700度 这个加工的时间大大缩短 第二个 就是说铜液在冷却凝固的时候 它是往外扩张的 它不像普通的其他的金属 冷了以后它是收缩的 它冷的时候 它是往外扩的 那么这样来 它就使得生产出来的器物 它气孔很少 那么如果把它浇在拇指里面 那么它由于这个有扩张性 就使得它 你如果要展现花纹 它能非常到位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硬度会增加 通常来说 我们在里面加入10%的锡或者铅 它的硬度能够提高4.7倍 大家想想 那么它这个可以作为工具的这种性能 就大大增加了 所以这个青铜是我们人类掌握的第一种 核金 那么各个地方往往这个加金区的 这个核金的成分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不同的叫法 加入铅的叫铅青铜 加入锡的叫锡青铜 那么在我们中国西北地区呢 还加入一种东西叫铅 这个铅呢 就是老百姓说的批霜 是一种有剧毒的这个一种物质 那么加进去呢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呢 首先呢 要了解这个青铜呢 它的基本的特点 那么我们中国的青铜时代呢 大致上是夏商周三代 我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 青铜器研究的专家叫郭沫若 他呢 就把中国的这青铜时代呢 划分成这么几段 第一个阶段叫烂商期 这个商呢 是一种这个漆器 木胎的漆器 非常小非常轻 放在很少一点水上 它就能浮起来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 经常用烂商这一个词呢 来形容 它在最早期的 在初期的 这个阶段 那么我们中国的铜矿啊 是非常多的 有一本书叫三海经 年代非常早的 三海经里面 所记载的铜矿 大概有460多处 分布在全国各地 那么我们考古出土的 到现在为止 早期的铜器 这数量也不少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 年代最早的 是陕西林童的江寨遗址 养烧文化的一个遗址 那里面出土的一块铜片呢 它这个年代 大概距离现在6000年 那么我们在青海啊 甘肃啊 还有很多地方 都出土有铜块 铜片 铜锥 铜针 等等这样的一些器物 那么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这些东西呢 都是在同夜冷却之后 断打 而成的 那么我们到了 相当于下代的一个遗址 这叫做河南掩饰的 二里头遗址 那么这个遗址里面 出土的铜器就大大的增加了 里面有铜的兵器 铜的乐器 还有一种腰牌 非常漂亮的 它呢 做成一个饕贴纹的那个形状 中间呢 嵌了很多这个绿松石 这个是二里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纹 这个也是铜和这矿石 在一起做成 那么尤其了不起的 就是二里头出现了 我们中国最早的青铜的容器 容器跟其他的相比 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它是用饭 而且不只是一个饭 合作而成的 就标志着 它的这个青铜制作的水平呢 已经走上一个新台阶了 那么一直到商的早期 我们通常来说呢 把盘根牵引之前 我们把它叫烂商器 这一段时候呢 我们从这个锻打的一些简单的工具 一直到呢 我们能够制作盒饭的容器 但是气型呢 总的来说比较单调 数量也不是很多 那么从盘根牵引之后 一直到西周的昭王牧王 大概这一段时间 是我们中国青铜文化的鼎盛期 它这个顶身表现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出现了规模非常大的野童的遗址 我们在河南安一阳的殷墟 就是伤亡的渡层的遗址 我们发现了两个野童的作坊的遗址 每一个它的规模都在一万平方米以上 这是非常惊论 那么这一段是出现了一些我们青铜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一些技物 比方说著名的青铜气质王 叫做师母大方顶 重875公斤 这个里面简直是可以煮一头牛 另外再比方说四阳方尊 这也是精美绝能的我们青铜时代 可以说是一个贵宝 这些做的最好的一些器物 都在这个地方出现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我们还有一些大型的墓葬 里面绰绰的青铜气非常近 比方说在英虚我们发现了著名的三王五丁的一个妃子 叫做富豪的他的墓 里面出土的铜气就有将近500件 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是礼气 这个总数大概达到18090件 那么这个里面呢 他有出土的一些器物 像三连眼 欧方仪 萧尊 这个等等 现在我们很多书啊 介绍富豪墓的 介绍青铜文化的 都拿它做封面 这一段时间呢 是我们中国青铜时代 巅峰机出的器物 非常的贵立 雄伟 就是从盘根牵引之后 一直到西周的昭王 穆王这一段 是我们青铜时代的一个鼎盛期 然后从公王 义王之后 我们在出土的传世的器物上反映出来 好像是进入了一个退败期 怎么知道呢 这铜器很多的木杖里出土的铜器 那个器型都比较随意 做得不讲究 甚至名文里面都有错别字 结果也非常奇怪 就在这样一个衰落的这个阶段里面 竟然呢 还是出现了一些非常精美的 非常著名的铜器 你比方说 我们这个学术法的人 非常熟悉的一件铜器 叫三四盘 这是一件贵宝 就错在这个时期 那么这些年我们考古出土的还有一件一个盘 叫墙盘 明文的字数非常多 整个这个器物是黑的 它不是那种青绿色的 生锈的 它没有锈 这个行画叫黑漆谷 这件东西非常漂亮 也错在这时候 再比方说 我们经常提到的大客顶 小客顶 国际紫白盘 这件东西在国家博物馆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它这个形状是一个 类似于长方形的 做得很漂亮 有一点像现在的浴缸 非常大 这个下面有很多很多的字 另外像宋福 也都错在这个阶段 再到后来 春秋末期到战国 这段时候 这个童期 它好像有一点忠心 眼看眼看 要衰败下去了 突然它有个 我们说的不恰当一点 有点像回光返照似的 它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那么在这一段 最显著的特点 或者说最显著的代表 就是边中的出现 我们国家著名的 曾侯以目边中 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真是轰动全世界的 一个青铜乐趣群 另外就是剑 我们后面会讲到 这个青铜剑在这个时候 也达到了一个 登峰造极的地步 再到后来 由于铁器大量的出现 那么它开始在 社会生活里面 充当了主要的角色 这个青铜时代 就慢慢地 退出了历史舞台 就这个衰落了 谢谢大家